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为了给自己的高中时代留点回忆 同学们每人拿出一个物件 买到了学校后院下面 然后等十年后的同学会 再将这个箱子挖出来 画面一转十年过去了 在班长的召集下 高三一班的同学们如期而至 老同学们欢聚一堂非常热闹 这时服务员递过来两杯酒 男同学卡姆觉得服务员非常眼熟 但又说不上在哪见过 同学们陆续到场后 班长一边播放着同学们的照片 一边讲述着高中时代的趣事 从班长的介绍中可以得知 卡姆和小芳是一对夫妻 他们从高中时代 就是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现在卡姆当上了机长 也是同学们所羡慕的职业 离开校园后 同学们各自在社会上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的成了工程师 有的成了授影师 有的自己开公司 有的为别人打工 虽然职业各不相同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不过在今天的聚会上 同学们表现得都很开心和幸福 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过得不好的 接着 同学会的重要环节开始了 班长和几名同学 拖出一个大箱子 没错 这个箱子就是十年前 大家一起买的 从箱子里翻出高中时代的东西 同学们都很开心 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回忆 可奇怪的是 箱子里面多出了一部 无人认领的手机 班长觉得很奇怪 在场三十个同学每个人都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怎么会多出一部手机呢 这时一位同学说道 你们记不记得高一那年 我们班上来过一位转校生 如果加上他的话 就是三十一个人了 接着 大家集体进入了回忆模式 高一那年 班上来了一位转校生小爱 看到小爱长得如此可爱 班上的男生们开始偷偷的议论 后来同学们发现 小爱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她总是一个人打电话 而且每次打电话都有说有笑的 转眼到了情人节 女同学们收到了很多玫瑰花 小芳自然也收到了查姆送的玫瑰花 这时快递小哥进来喊道 小爱同学 以男朋友送你的玫瑰花到了 女同学们纷纷猜测 小爱的男朋友一定又帅又有钱 不然怎么会送这么多玫瑰花呢 结果小爱表示 自己根本不喜欢玫瑰花 说完 小爱就将玫瑰花全给扔了 从这一刻开始同学们觉得小爱这个人有点不正常 还有一点奇怪的就是 小爱每天和男朋友通电话 但就是不见她男朋友过来接她 为了搞清楚小爱的男朋友到底是谁 小方偷偷查看了小爱的手机 结果发现通讯录你一个号码都没有 于是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小爱是个傻子 她每天打电话都是在和空气说话 当小爱是个傻子这个消息传开后 班上的同学开始欺负小爱了 奇怪的是小爱被欺负了 也是闷不吭声 小爱从不反抗 也不向老师报告 一开始一两个同学欺负小爱 渐渐的发展到全班同学都成了霸凌者 直到有一天 小爱带着满身的血迹来到了学校 看样子 小爱被同学们狠狠打了一顿 小爱修饰了一下东西 离开了学校 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见过小爱了 卡姆拿着手机说 小爱高一就离开了 而这个箱子是高三毕业后买进去的 所以不可能是它的 小方机构手机说 我认识小爱的手机 就是这部 刚说完 手机就乱自动开机了 就在大家觉得这部诺基亚有点诡异的时候 大家身上的手机全部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瞧 都是位置号码 紧接着 屏幕上出现了小爱的头像 小爱说 你们还记得我吗 我是小爱 没等大家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服务员不小心将酒杯摔碎了 看着服务员的背影 卡姆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服务员就是当年的小爱同学 同学们都很震惊 十年过去了 小爱居然和高中时代一模一样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当年被全班同学霸凌的小爱 出现在同学会有何目的呢 同学们会被团灭吗 请收看下一集 禁忌女孩大结局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